如果郭台铭确定参选2024 外界关注他准备搭档谁 13号岛内有媒体人爆料称 郭台铭找王金平帮忙协调两件事 一是整合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和中国国民党组成非绿大联盟 并促成郭科佩 二则是帮忙郭台铭回到中国国民党参加初选 对此郭台铭直接闭谈 说今天没有郭科佩这个议题 王金平受访也否认 称媒体乱写 指他要促成郭科佩 我个人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是支持党提名的人 王金平的回应里面大概归纳成三点 第一点 以王金平跟郭台铭长期以来的默契跟友好 王金平一定会支持郭台铭 而郭台铭也是王金平今年跟明年会支持的首要人选 第二个 有关郭台铭回国民党的问题 王金平是举双手赞成的 而且王金平一定会想方设法 帮郭台铭排除障碍 让郭台铭顺利的回到国民党 第三点 王金平是非常的反对 郭台铭找柯文哲搭配 所以 王金平明白地讲 他反对郭科佩 他也没有再促成郭科佩 依照王金平的想法 王金平是支持郭台铭找国民党里面的人来搭配 例如说 现在传出来的所谓的郭朱佩 而基本上 王金平的心里头一定也想着 如果郭王佩不更好吗 因为郭台铭是外省人 而王金平是台湾本土男的领军人物 在王金平的想法 外省人 本省人搭配更有胜算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提到郭王佩的问题 可能也就是 王金平个人埋藏在心中的秘密跟想法而已 而郭台铭也非常渴望跟王金平见面 四年前 郭台铭认为 国民党初选充满了不公平 充满了对他的污蔑跟歧视 所以他奋而离开了国民党 而郭台铭因为缺乏政治的历练 他离开国民党的时候 讲了非常重的话 而这些话已经出口了 现在国民党内部 还有很多人对四年前 这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仍然耿耿于怀 这时候也必须靠 在国民党里面 人脉非常雄厚的王金平 来设法帮郭台铭 进行协调跟调解